可以嗎? 還是你不要播放 直接用剛剛那個 你這個不是Google 對,我就說你先不要播放 直接用這個看好了 你按一下這個下嗎? 可以嗎? 好 還可以順便提問 OK,因為我的專案跟這個有一點關係 所以說我前面的簡報就說了這個 如何安全的抓神器吧? OK 現在正常我們現在的專案法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加上了那個 什麼新奇的玩法呢? 你就會就這樣這樣 踩踩在電動車上面 有不一樣的玩法 每一種玩法都有 這個是比較平衡 它有一點放鬆 可是這一切都假的 最好你如果玩神奇寶貝 請參考一下 很多地方不能玩 而且請你注意其他行人 或者是不要影響到他人 真的是 車子不會壓過 整體寶貝 但是會撞飛 這個是 新聞 有抓到的七點 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可以分享給現在 想要玩的人 因為現在 應該是非常熱門的遊戲 說大家都會玩 請你 參考一下 不要影響到他人 我真的講的主題是這個 非安於神奇的 神奇的無恩機修法 這個是很快 因為現在 在湖外已經有 你只要很簡單的把無恩機 在底下 加了一塊板子 你把你的手機 不管是很簡單的用 紙板或者是用 你的膠帶 黏上去 把那個鏡頭 它可以自動的 直接轉角度 就可以看得到 以前的觀念 可能看到那種 低空高速的 無人機 飛過來 你要快閃 可是 有生氣寶貝之後 不管是火車 你也抓得到 無人機也會 以後要小心 那個無人機會下雨 因為 很多人會玩 無人機 玩到很高興 機器沒電 就會直接掉下來 而且很容易壯大 因為你要分心去 玩這種遊戲 這是 目前法令的狀況 它把無人機 當作玩具 可是事實上 跟國外的法令 會有一點 衝突 跟它的 無人機的設計 會有一點關係 會 剛好跟台灣的法令 會有一點 差異 這個是上面有 條文 可是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最新版本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 可是 現在的重點 國際現實是 台灣 不是很多國際民航組織的成員 所以說 很多法令 可能會有一些差異 可是 這一條是 不管是宣救版 台灣的那個 無人機 法令 最新的 規定 說 其實台灣很神奇 把無人機 定義成遙控無人機 可是 當 你國外的無人機 定義 都是 就是 它只是告訴你 這是無人機 它這個 可以是自主飛行的 你以後 如果真的無人機出來 自主飛行呢 台灣定的法律 可能就有問題 定義上會有狀況 可是 如果說 這個法令還是這樣子 你到 到時候這個法案的 是法性 可能 過一下又要再修改 這是 就是 對岸中國人 他們定義 他們 暫行條例有 直接很明確的 告訴你說 你可以遠程操縱 或是 逐飛行 可是 它都是無人機的範圍 這個是美國FAA 可能 英文的部分 就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它的定義也是 很類似的說法 這樣我們講 那個 生氣寶貝 它的玩法 你只要速度不太 不用太快 其實它就可以玩 好像是 十幾公里以內 你不要飛太快 這個玩法 其實都很簡單 你只要把鏡頭 固定到你的手機 就可以使用 可是 小心要把它固定得很好 因為 空拍機的設計 它本身就沒有 這個 裝置 你用膠帶固定 放進去之後 把它固定在那個 無人機 下方 就可以使用了 大概 看起來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講 其實無人機正確的用法 你可以 有些救災資訊的資源 電影拍攝 環境監控 像這個圖 就是我自己去拍攝的 這是在做環境監控的部分 你可以 現在空拍機其實很厲害 它完全的 紀錄 你完全都可以解讀 你怎麼飛的 你做了什麼事 拍照 錄影 你做了什麼他都知道 而且 他的紀錄非常完整 差別是 你會不會解讀他 那這個後面是 呃 就是一些 其實需要注意的東西 最後呢 如果有人啊 可以 有 南方的高手 或設計師啊 可以把這些資訊啊 可以把它圖表化 謝謝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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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